前两天给大家讲过枫叶天竹葵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大家叫的这种叫蝴蝶梅 其实呢也是天竹葵 有的天竹葵长得像绣球一样 就是一个球一样 有的花友也喊了绣球花之类的 其实你简单一盖它就行了 天竹葵的名字有很多 它们的养护呢都一样 首先第一呢是喜欢光照 但是啊在夏季高危的时候 就适当的避一避 就是避一避中午的那种大阳光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叶片的那种毛茸茸的 保温是比较好的 也就相当于什么呢 动不动就穿个毛衣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容易太热 太热了体现的状态就不好 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可以放到树底下凉快点的地方 一样可以养 它开花呢是比较勤的 一年四季都是属于一个风花的植物 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光照给足的话 它会一直开花不断 浇水呢还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两个手都摸一摸 好多话有老师问我什么是干什么是湿 干湿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略干一点植物会爱长根 自己会激发自己的潜能 所以说华尔美也要拿捏这个点 用土的话尽量的排水透气松软一些 可以用腐质土泥碳土 腰康土都可以 用肥料的话就选择通用性了 开花比较多的时候 最佳一些零素让人清洁 最低温度只要不低于5度 它一样可以存活的非常棒 随便可以牵插 也是非常好养 也是个风花的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一篇关于天主腿的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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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